弟兄姐妹,主祢平安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爱我们 祢的恩典永远都是过我们用 求祢通过今天祢的话语 给我们方向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平安与喜乐 谢谢上帝 奉耶稣基督名的祷告 Amen 今天我的讲题是 放手也是一种爱 取之于路加福音15章11-32节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是耶稣基督的浪子的比喻 那首先也想跟大家 所有的父母亲说声 双亲节猛恩 当然今天本来是母亲节 但是我们教会是想要记得 也要去欢庆 去记得我们这些父母亲 父亲们也是一样的辛劳 所以在这边 也要跟所有的父母亲说声 辛苦了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是要去 谢谢所有的父母亲 也对于那些在 那些年轻人的生命中 成为他们的属灵父母的 我们在这里也要说声谢谢 辛苦了 那我们也知道 作为父亲或者母亲 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一个挑战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 作为父母的生命中 生涯中 我们有这个甜 有这个甜美的这个时段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感谢上帝 给我们那么棒的孩子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很感慨 很伤心孩子们伤了我们的心 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没有礼貌 甚至是会有些时候他们远离的上帝 让我们更加的心痛 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 耶稣在比喻的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到 作为一位父亲 他非常心痛的一个时刻 就是这个小儿子呢 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那这个在 在这里的意思 其实就是告诉父亲说 我等不到你过世 我现在就要拿我那一份 当然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有两个孩子 两个儿子 那通常哥哥是拿到双倍的 所以基本上小儿子在这一边呢 是拿到三分之一 但是从来没有 甚至在这个中东那一带的文化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孩子 会在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呢 就已经要先分家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孝的一个行为 那但是很奇怪的 父亲却把财产分给了他们 因为如果我们是那位父亲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会把我们的这个孩子呢 骂到狗屑临头 对不对 那么不孝 那你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这个父亲竟然会 顺从了儿子的这个意愿 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父亲学习放手的一个功课 我想这个父亲他也知道 我也管不住这个儿子了 就算我抓着他 就算我绑着他 他的心已经不在这边了 他已经想自由了 他已经想去看看世界 那我这样子的去阻扰他 我觉得也没有意思 所以这一边这一段呢 让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作为父母亲的 我们要记得有一天 我们要放手 有一天孩子将要独立 那作为有 作为这些父母亲 如果你的孩子还小的话 我们要记得 我们教养孩子 这一个时段呢 是有限的 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 有一天 特别是在亚洲的 这个文化里面 主要都是 当他们离开家里 或者是当他们成家 成家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独立的时刻了 我们要学习放手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 他们永远都是 我们的小孩子 因为作为父母亲 永远都把孩子 就算是孩子长大了 我们都会永远 都会把他们当成 是我们那位小 那位让我们操心的孩子 所以从这个故事 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 原来作为父母亲的 我们真的要学习放手 因为你就算是 你不放手都好 有一天你也没有办法 他们也要 他们也会飞走的 所以当然 如果你们的孩子 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也知道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你都要学习放手 那放手是放手什么事情呢 第一 我觉得放手 是要放手 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因为很多时候 父母亲对孩子 一定有 这个 很高的一个期望 特别是华人 我们投资很多的时间 跟金钱 在他们的教育上 我们都希望 他们在成绩 在他们未来的事业上 都有一番的作为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 他们 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很生气 我们可能会很失望 为什么投资那么多年 在你的身上 你却没有跟着 对你的期望去实现 更伤心的是 我们希望至少 他能够成为一位 忠心的上帝的孩子 但是在我们当中 或许有一些的孩子 长大了过后 就远离了上帝 他们可能还会 你如果问他们 是不是基督徒 他们可能还会说 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可能就是 你看不出他是基督徒 所以那种失望跟伤痛 有些时候 是外人不能够理解 但是最重要不是 放手对他们的期望 最重要是 我们要对这个人的生命 我们要放手 那这个放手 不是一种很 很没有办法 很绝望的一种放手 因为当我们放手的时候 其实是让他们 能够进入上帝的怀抱中 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 我们忘了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短暂的父母 因为我们只是在地上坐着 我们的孩子的父母 等到在添加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直忘记掉 只是暂时性的父母 我们只是一个被托管的一个管家 好好的把时间生命价值观 投资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也盼望有一天 他能够继续的跟随上帝 所以我们要记得 上帝才是他们真正永恒的父亲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放手 知道上帝我已经好好的教导他们了 那我不能够控制的事情 他们我也不能够 永远的去管辖他们 管治他们 那我就叫他们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学习的功课 那你问到这边的时候 你可能会讲 我都不是父母亲 我听这篇道来做什么 我觉得这篇道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一个功课要去学习 因为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只是在讲这位在比喻里面的父亲呢 可以给我们作为父母亲什么样的功课 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去珍惜 跟感恩 原来这个阿爸父对我们的爱是那么那么的不可思议 当然那些还没有做父母的 也未来可能会做父母的 这篇道也是需要让你们预备自己 有一天你们要面对的那个挑战 OK 所以记得孩子终究不是我们的 是上帝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地去照顾他们 指引他们 到有一天的时候 他们长大 他们独立的时候 自立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相信我们过去给他们 投资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已经足够 因为有些父母亲会 其实很多 有一些父母亲会自责 为什么我教导孩子到这个地步 他们竟然到最后离开上帝呢 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能够完全控制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很多例子 父母亲属灵的榜样 孩子很糟糕 我们也看到有些父母亲很糟糕 但是孩子却跟随上帝 所以对父母亲有这个责任 父母亲需要管教 需要指引孩子 特别是在他们年少的时候 但是到最后他们有自己的自主权 你也无法去控制最后的结局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够完全 把矛头指在自己的身上 作为父母 那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人 有很多的情绪在当中 我们也一定会有听过 这个悲哀 当我们有痛失 我们的这个亲人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叫做悲哀的五个阶段 Five Steps of Grief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说 其实当我们离开 我们的家里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会经过这五个阶段 他不一定会跟着这样子的顺序 也不是每个人会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但是我觉得这个框架呢 也能够让我们去想一下作为父母亲 当我们的孩子开始要我们 我们被迫要放手的时候 不管是在小时候有些时候 短暂性的放手 因为我们感觉到他们越来越叛逆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长大了 他们完全不听我们讲话 甚至离开上帝 我们被迫要放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五个阶段 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面对的 那这个不只是给予父母亲 那些不是父母亲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让我们看到作为父母亲 有些时候他们面对的挣扎 其实是非常的大 好像我们能够有同理心去扶持他们 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当一个孩子 当他远离上帝的时候 有些时候身边的弟兄姐妹 没有给到鼓励 反而在后面可能发过 让父母亲觉得很伤痛 有些人会讲 哇你看这个长老 你看这个牧者 哇你看这个领袖 哇在台上讲 我要教育孩子 你看自己的孩子不像样 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控制 要对我们的这个舌头要负责人 我们要学习不是去指责 不是去落井下石 而是能够扶持着这些父母亲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上帝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叛逆 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 当孩子开始偏离上帝的时候 当孩子想要自己离开 就是想要不要在父母亲的管辖 私下的时候 有些时候一开始我们会否认 我们会觉得说不可能的 我的孩子不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别人都乱讲的 第二个阶段可能是愤怒 可能会生气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那么的不孝 为什么他这样自私 或者生气上帝 自己好好的服侍 但是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上帝没有好好 让我的孩子能够跟随他 第三是协商 协商的意思其实是说 一直会想 早知道 我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我如果管教的好的话 如果少一点管教的话 我的孩子今天就不会这样子 所以一直在跟自己来协商 在谈判 或者跟上帝来谈判说 上帝我这样子的服侍你 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子来帮助我 但是这个阶段会造成很多的父母亲自责 如果我做得好来的话 我孩子就不会这样子 都是我的错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父母亲请不要自责 当然现在孩子还在你的管辖之下的话 你要加油 但是有一天他们离开这个家了的时候 甚至离开父母亲的时候 离开上帝的话 不要对自己那么多的自责 多多为他们祷告 第四是绝望 绝望的意思是说 已经觉得没有叛梦了 已经觉得说我的孩子回不来 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母 她有过告诉我说 她说其实因为她的孩子远离上帝 她讲我还是在祷告 她讲因为 这个上帝在我的孩子的生命中 写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不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不知道她的生命是否能够发展过来 我们相信上帝在他的生命中 一定有他的作为 所以不要绝望 那第五当然就是像这个父亲 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接受了 他放下了那一个 抓住孩子的自主权的一个想法 他放下了 他就自己想 我抓住他也没有意思 是时候让他去面对 他自己做的决定的后果 你也知道的 有些时候 孩子他没有去碰钉子 他不会 他会学习的 你一直跟他讲理论 他没有经历到 他就觉得说 是你一直 是你阻止了我的幸福 是你阻止了我的自由 让我不能够去做这个 做那个 当然如果他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东西 威胁到自己的性命的事情 当然我们要停止 我们要阻止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作为华人的父母亲 我们太早的去阻止 太多的去保护 他们不能够从他们的 他们的失败中 或者失误中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段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了 当然我们在学习去放手的时候 不管是短暂的放手 特别是他们年少的时候 或者是比较长远的一个放手 就是他们已经长大 但是又不听我们的话 又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吗 难道我们真的这样无助 在那边等着 就是这样很无助的 没有盼望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父亲的身上 学到两个功课 那第二个功课就是 他真的是很有耐心 你看二十节 孩子想通了 回来的时候 他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拥抱着他 连连请他 那可以想到 为什么父亲能够这样远 他孩子在这样远的时候 他父亲就能够看见他呢 想必父亲是在那个整个村庄里面 最高的一个角落 或者在最高的一个 山丘上的顶端 看下去 看着这个村庄的这一个边界 等待着孩子 每一天等待着孩子 胖子孩子回来 放手不是完全的无助 放手其实是在那边等待 带着盼望去等待着孩子 有一天会回来 当然我们在这边要讲 讲的就是讲 不只是等待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祷告 那祷告什么呢 不只是祷告 因为我们最主要祷告就是 上帝他是属于你的 他是你的孩子 你会比我更加的关切 他现在的动向 求着你来改变他 那这个是作为父母亲 我们时常会做的祷告 那当然你作为父母亲 你的孩子还没有 做浪子的话 也可能有一天真的 真的不会做浪子 但是我们不能够当成理所 当然他们今天不是浪子 以后就永远不是浪子 所以要每一天 拨切 不管得失或不得失 都要为着孩子来祷告 求上帝保守他们的心怀意愿 当然第一个东西 刚才我说了 就是我们会想要 为他们的生命 求上帝为他们做出改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能也要做了一个祷告 就是上帝在这整个 你允许的一个过程中 求主你来改变我 在我的生命中 我不能够学习交托 我没有耐心等待的当儿 求主你来塑造我的品格 因为有些时候 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不是因为他 他有这个恶意 但是他不只是要改变孩子的当儿 他在要改变我们的孩子的当儿 他其实也在想要改变我们 因为我们也是他宝贵的儿女 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也是一样的重要 上帝 这个时间 你要改变我什么 你知道作为父母亲 真的 做父母 真的我们的孩子 能够把我们的丑陋的一面逼出来 可以在外面 我们真的是很温柔 很留礼貌的 但是当我们碰到孩子的时候 特别是他们不听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品格的 那个粗糙的一面 马上就会显入无疑 所以是不是也是这个时刻 我们真的需要求上帝来为我们 来改变我们 所以真的 这个耐心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容易 那你想一下 如果父亲听到他的孩子 在外面花天酒地 耗掉所有的家产的话 那你觉得作为父亲或者母亲的你 难道你不会阻扰吗 你看到这个父亲在故事里面 没有阻扰 那这个父亲可能也听到孩子 已经来到生命的最低点 然后去帮人家看猪 那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能够去动到猪 或者接触到猪 因为在巨院里面 猪是肮脏的动物 甚至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这个心院里面的那些 就是耶稣所碰到的这些律法师 都会说 当如果你碰到犹太人 作为犹太人 你碰到猪的话 你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父亲 想到孩子在接触到那一个猪 可能会被咒诅 甚至连猪的食物 他想吃都没有得吃 那你作为父母亲 难道你会抢着要去把孩子救回来吗 求孩子说 孩子你回来吧 父亲可能对你不好 母亲可能对你不好 你回来吧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做 是不是 也看情况 不是说完全要跟着这个父亲的榜样 那么的硬 那么的狠心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学习这个功课 他没有碰到钉子 他真的没有学习 可能有些时候 你又马上把他救回来的时候 你又 你又剥夺了他学习成长的一个功课 会不会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父亲真的是很有耐心 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没有让我们看到的是 我觉得不管孩子 离开上帝多远 不管孩子 是不是时时刻刻跟我们 针对 做针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不管你孩子多大的 我觉得我们时常要跟孩子建立关系 要与他保持联络 特别是如果他们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话 曾经有一次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父亲 是教会的领袖 他的孩子呢 是在教会里面 在少年时期的时候 是非常活跃于服侍上帝的 在少年团里面 也是服侍上帝 服侍弟兄姐妹 但是他去到外地去读书了 过后呢 就慢慢会去教会 就有点像是远离上帝 所以每一次父亲去见他的时候 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次父亲去公安的时候 去到那个城市的时候 父亲就会去关心他 但是父亲每一次会关心的问题都是 你为什么不去教会 你一定要去教会 你不要忘记上帝 这个是一个动机是很好的 是一直要苦苦苦苦心地告诉孩子 你不要放弃上帝 你不要离开教会 但是你知道孩子这样子讲吗 孩子就跟父亲讲 我没有感觉到你的爱 我没有感觉到你的关心 因为你每一次不是关心我 你每一次只是关心 我也会去教会 你看到吗 所以我觉得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是不是作为父母亲的我们 还是要保持联络 但是我们讲话的那个时段 时间是不是要减少 反而聆听的时间要增加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永远把我们的孩子看自小孩子 我们很担心 我们不跟他讲一些事情的话 他可能不会去做 那你放心 孩子是会记得你讲过的东西 他如果想做 他就会做 他如果不想做的话 不是因为他忘记 他就是不想做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讲 孩子一直认为我们很啰嗦 一直在念他们 是因为什么 他其实是认为你一直关心我 你就是想教训我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作为华人父母的 真的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还是要保持联络 不要说你这个远离上帝 你这个背叛上帝的人 我不要跟你联络了 我生气你 联络固然要联络 还是要采取主动 但是多一点聆听 少一点给予这种 审判性的一种回应 OK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 稍微要讲一个东西 我觉得不要一直认为说 没有去教会 就是远离上帝的意思 那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作为基督徒 你就不用去教会 你应该去教会的 但是不要有一种 很狭窄的一种想法就是 不去教会就是远离上帝 因为也有很多人去教会 但是心是远离上帝 所以反过来说 不代表那个人不去教会的话 他就跟上帝已经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说可能这个季节的他 他有他的困境 他有他的挣扎 所以是不是要先去听他的挣扎 而不是马上说 你一定要去教会 这个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谈话 不去看根本的问题 但是一直在表面上的行为上 叫他去教会 那就算他去教会 他心不在也没有意思 就好像那个父亲 在这个比喻里面 他孩子如果他跟孩子讲 你不可以拿我的家产 你不能够出门 孩子心没有在也没有意思 所以第一个东西 真的我们要学习 要有耐心 不要一直去惹孩子的气 那第二个东西 我稍微要讲的就是 不只要对他们有耐心 但是一直要保持一种饶恕 宽容的心态 你看当孩子回来的时候 孩子就告诉他说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上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上帝 然后父亲还没听他讲完的时候 他却吩咐了仆人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先来宰了 我们来吃喝庆祝 奇怪哦 父亲好像一丝的怒气都没有在 我可能在想 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可能就会想 你看我都跟你讲 如果你听我的话的话 你绝对不会这样惨 就是好像他要再落井下石 就是他已经被侮辱了 他已经那么的肮脏了 但是我们还给他这些很难听的话 可能孩子就那个时候生气 掉头就跑 但是父亲带着一种饶恕的心态 就是无条件的爱与包容去接纳他 然后你看他把这些东西要给他 意思是说 你还是我的儿子 虽然你犯过错 但是你还是我儿子 所以我们来欢庆 因为这个儿子呢 原本是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已经复活了 OK 这个是一种形容词 当然不是死而复活 还有就是失而复得 那其实你要想一个东西 这个爸爸为什么 会第一时间跑去抱住这个孩子 然后回到刚才那个荆棘 你想一下为什么要不要等他孩子来呢 因为你错吗 我在那边等你 我要听你讲什么 我要听你是不是真诚 对吧 那其实因为你要平摆 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 但是按照如果你了解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的话 其实他们不是你感觉到这个比喻好像是 这个有钱人 两个孩子 然后很多的仆人嘛 不是的 当时候他们是一个村庄里面有很多亲戚 然后亲朋戚有住在一起 所以当那个时候和儿子要走的时候呢 其实每个人知道的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会很讨厌这个儿子 他们都不像你 那当他回来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看到 你可以想象 其实 如果他回来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亲朋戚有在路上 可能就开始骂 可能就开始羞辱他 可能开始拿石头丢他 吐口水 就好像耶稣在扛十字架 那个时候 他在走那个 那个 那个路去到加列山的时候 爸爸冲着去 其实我觉得 除了是因为动了痴心以外 其实是要保护那个孩子 免受更多的这个审判 就是要让其他人看到 我都见到我孩子了 你们凭什么去审判我的孩子 所以你看到父亲的饶恕真的是无条件 那你再想一下 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悔改 我们来看一下 当他来到这个生命的最低点的时候呢 圣经讲他醒悟过来 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粮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他是真的醒悟过来 其实在原文里面 如果真的翻译的话是 他醒过来 但是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利益上 你如果真的 他是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醒悟这个字呢 其实不能够真正带出那个 原本的那个意义的当中 其实意思 你在看他讲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明白 他其实不是说 我得罪了我父亲 他后来当然有讲这句话 但是他原本的动机是什么 我没有东西吃呢 连我爸爸的故宫都有东西吃 还有多 还可以打包 我没有 他其实是为着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为着能够让自己的东西吃 他才会去 所以你看到到最后的焦点 都是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觉得愧疚说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父亲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孩子的动机是那么的自私的时候 但是他回到那边的时候 他的父亲却 OK 还是包容他 接纳他 也没有真的去审判他 或者去管教他 所以 你看这个父亲的爱是那么的伟大 当然我相信作为父母亲的你 你可能会想 如果我儿子这个时候回来的话 如果孩子悔改的话 归向上帝的话 我会无条件的包容跟接纳他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 父母的心真的是很伟大 毕竟就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再想一下 如果这个小儿子 他过了几个月过后 他偷了他爸爸一笔钱 这个是我想的 然后他又在远离 他又在跑掉 然后他又碰到同样的问题 又来到生命的低点的话 他又再回来的话 你想这个父亲 会再一次的说 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吗 你想这个父亲会还是一样的无条件的 你真的包容跟接纳他吗 只要他转回来到阿爸父的面前 或者来到这个父亲的面前 其实你知道的 因为这个父亲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就是天父 就是指向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不管这个孩子犯了多少次的错误的话 你看我们父亲的心就是这样子 还是无条件的接纳你 只要你愿意转头回头是爱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父是 那么的不可思议他的爱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上帝 原谅我们的罪 我们说我们不会再犯这个罪了 过两天又再犯我们同的罪 然后再跟上帝讲 哇 上帝我心 我真的是悔改了 我真的很后悔 两天后又重犯了 这个每一位的基督徒都面对过 或者正在 也还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这个是不健康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能够愿意去悔改 或者愿意能够很放心 上帝会饶恕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 就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一样 不管我们离开回来多少次 我们的父亲还是会拥抱我们 亲我们就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犯罪一样 那还是多么的伟大 当然还是一句话 不要去滥用这个恩典 我们不要让这个天父心痛 也对在看这个视频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父亲还在的话 不管你的父母亲多年长 或者是多年轻都好 不要让他们心痛 让你们成为他们喜乐欢乐的来源 不要让他们的心因为你而心碎 所以如果你已经离开了上帝一段时务 或者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很不好的话 这个是一个时间让你重新的回到你的父母的身边 告诉他们说爸爸妈妈对不起 过去我做了不好的事情 我远离了你或者我远离了上帝 我告诉你不管是天父或者你的父母亲 他们都会接纳你包容你 因为父母亲就是父母亲 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 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大多小 不管我们孩子现在的属灵光景是如何 我觉得作为父母亲的我们 我们的这个角色是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已经经历到上帝那么丰丰富的爱 那么无条件那么有恩典的爱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把这个爱呢 反映通过我们的生命呢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是那么有耐心 是那么包容与饶恕的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作为父母亲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在这个比喻里面的爸爸一样 真的是很有耐心对孩子 懂得几时拉几时收 像一个风筝一样 懂得几时讲几时听 懂得几时忍几时去抱 也懂得更重要的就是讲 当我们孩子愿意回心转意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去算旧账 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包容他去接纳他 不要再讲给以前的东西来羞辱他 也不要再生气的时候 又再把旧的东西又拿出来讲 要包容他接纳他 或许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放手 一种包容 一种耐心的爱 我们的孩子反而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反而让他们更加学习 想要去跟随上帝 顺服上帝顺服我们 所以希望在这个双清节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时刻中 我再一次的要恭贺所有的父母亲 很棒 你们做得很好 孩子虽然有些时候 让我们心碎 也让上帝心碎 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位父母亲 都已经尽我们的能力去做 不管赚钱也好 教养也好 但是最重要不是看过去的 是看现在接下来的道路上 我们如何能够继续的管教养孩子 特别是年少的 能够如何继续的为他们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好吗?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 给了他们孩子 因为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当然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属灵父母 感谢上帝让他们能够成为 这些属灵孩子的父母 我们也为着所有 他们当中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求祝你继续让我们能够 跟着你的道路 不要让你心碎 过着一个生命 过着一个生活方式 是能够成为你喜乐的来源 而不是只是从你那里得到喜乐 也求祝我们也能够让你开心 让你喜悦 我们也为着所有的父母亲来祷告 求祝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 懂得在不同的时间 扮演出不同的角色 也为着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那些孩子已经偏激上帝的 求祝你继续在他们的生命中 做你感动感化的工作 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 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上帝你的孩子 你比我们更加的关切他们的一举一动 谢谢上帝 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 奉基督应该祷告 Amen